台湾文博会从2010年开办以来 今年第一次遗失到高雄来举办 即将在8月5号登场 借由轻轨连结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及高雄展览馆两大战区 而高雄市政府也配合文博会的举办 推出30条文博绕境路线 以及开放6个文资场馆让民众来参观 亚洲最大文创盛事台湾文博会 今年首度遗失到高雄举办 即将在8月5号登场 文化部级策展团队日前揭晓 今年的主题为群岛共振 期盼借由尝试离开台北 可以更清楚看见台湾这个岛屿的形状 文化创意产业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发生在台北市 它其实是全国都有很各种 各种不同的角度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创作 那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到在地去感受 那刚好我们那个策展团队 他们提出说这次想要做群岛共振 想要邀请大家来一起描绘 这个岛屿的形状 那我想说如果没有高雄观点 如果没有大南方观点的话 我们这个岛屿的形状 其实一定是会有所偏差 为了迎接文博会第一次来到高雄 高雄市政府也发起了台湾设计设计台湾活动 不仅推出30条文博绕境限定版高雄文化路径 并结合雄镇北门高雄港港使馆及哈马西贸易商大楼等等 六处文资建筑开放 展现高雄丰沛的文创设计能量 这六个文字场馆其实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开放 尤其是这个爱国富人会馆的修缮 那他在91年前事实上也是当时高雄港式博览会 也就是台湾日治时期第一个城市博览会的主要展场 这次也成为我们文博高雄展区的主要展场 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有意义 台湾仅存世界也少见的机械连杆的北浩志楼 那以及包括我们这一次整个雄镇北门 重新整修恢复完毕 那以及包括我们这一次 在故事上很传奇的 我们透过法拍屋抢救回来的红砖街屋 在展区的规划上 则是透过轻轨连结两大场馆 分为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文化策展区 以及高雄展览馆的文创品牌及IP 授权展区 在国际这个高雄展览馆这个位置上面的把过去在台北的两大展区 给结合成一个大商展区 那其中IP授权就是迷歌迷妹们都一定会来朝圣的这些图像授权展区 那另外一个块面其实是从文化创意转变的设计产品 台湾IP超人气贴图明星无所事事小海报的超大型充气装置 带着慵懒超萌的经典姿势在爱荷湾惊喜现身 为了呼应文博会的举办 师傅也利用智慧灯光控制系统将台湾原创IP立体化 其他角色也将陆续登场 打造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饗宴